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智慧的特征 请大家领听长年期第32周星期四读经 攻读智慧篇第七章22节至八章1节 在智慧内的神原是聪明的、知圣的、唯一的、多样的、伟妙的 敏捷的、精明的、无垫的、率直的、不受损害的 好善的、敏锐的、无敌的、诗慧的、爱人的 稳固的、坚决的、无虑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察的 他洞察所有的聪明、洁净和精微的心灵的 实在智慧比一切活动更加活动 他是如此精纯、能渗透并深入一切 智慧是天主未能的气息 是全能者荣耀的真诚流露 因此任何污秽都不能侵入塔内 他是永远光明的反应 是天主得能的明镜 是天主美善的肖像 他虽是唯一的 却无所不能 他虽横存不便 却尝试万物更新 他世世代代进入圣善的灵魂 使他们成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 因为天主知爱那与智慧同居共处的人 实在智慧比太阳还没力 压到一切星座 如与光明相比 他必占优势 因为光明要烂位给黑暗 邪恶绝不能战胜智慧 智慧施战为力 从地极直达地极 从容至理万物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 对智慧进行了一个描述 因为给智慧是没有办法下定义的 那么只能来描述它 比如说在希腊哲学当中 哲学这个词实际由两个词所组成的 就是爱 智慧 这两个词 philosophia 就是智慧 philosophia 是爱的意思 爱智 就是爱智慧 就形成了哲学 但是呢 我们知道哲学是一种学问 是一种知识 是一种思想 但是在圣经上所提到的智慧 它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学问 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存在于人生活当中的 说是学问也好 但实际上又超出学问 因为这种智慧 它内在的原动力 是来自天主 天主是智慧的根源 它超出所有的学问 知识 而且呢 它反射到人身上的时候 它给人以敬畏天主的心 当人有了对天主的敬畏之心的时候 智慧才会进入这样人的心中 正如圣经所说 智慧进入圣山者的灵魂 而且呢 成为 是他们成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 因为天主知爱那与智慧 同居公处的人 那翻过来说 不敬畏天主的人 在他心中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而且这个智慧 是可以使人上天下地的智慧 就是使人可以升天堂 有人说 我们现在宇宙飞船都上天了 那是不是智慧呢 这只能说是知识 这不是智慧 我们也看到 那些上过天的预航员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 虽然他们不说 有些人讲了 他们在空中看到这个宇宙的豪瀚 他们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伟大 他们看到天主化工的伟大 因为到空中才看到地球的微小 甚至是渺小 也能看到月球和其他的星辰 但是 宇宙飞船离地球它几百公里 在这个公里的数字上 看其他星手还是非常的遥远 但是 已经看到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个地球了 看我们所居住的地球 这个时候 他们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伟大 于是在他们心中就充满了信仰 只不过有些人是不敢说而已 那真正的智慧 是敬畏天主 而且呵护天主生意的生活 也是真正的智慧 爱天主也是智慧 遵守天主的法律 也是智慧 因为智慧不是人与生俱来的 是天主赐给人的一种恩惠 而且这个智慧不是以金钱 权力 地位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 巧取豪夺来的 是夺不来的 因为这个智慧 需要天主的给予 这是为什么 撒罗曼向天主求智慧 撒罗曼是求的智慧 不是说他天生下来就拥有这个智慧 而且智慧 我们看到在今天圣经上的描述 对圣经对智慧的描述 是非常的全面 非常的全面 而且也说明它的来源 智慧是天主微能的气息 是全能者荣耀的真诚流露 任何污秽都不能侵入它 它是永远光明的反应 是天主得能的 明镜 是天主美善的肖像 这几句话就说明了 智慧源于天主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它既是依逆人的形式 说明智慧的功能 对它也进行了描述 同时呢 另一方面 它也影射了天主圣神 因为天主圣神 就是天主的智慧 而天主圣神 显示在不同的事物上 不同的人身上 这样呢就把天主的智慧 显示出来了 天主的智慧 是横存不变的 却又是万古昌新的 它是 唯一的 但是显示在不同的事物上 不同的人身上 它又变成多样的 通过今天的读经 我们看到 智慧源于天主 而且智慧 直进入圣善者的灵魂 也就是敬畏天主的人 心存善念的人 才可以得到天主的智慧 而这个智慧 就是使人能够得救的智慧 正如耶稣所说的 即使你得了全世界 如果赚不了灵魂 为你有什么益处呢 那些愿意赚得全世界的人 不拥有智慧 他不管有多少钱 有多大权力 占领了多少土地 占了什么样的位置 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能不能救灵魂 救灵魂才是最大的智慧